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飯吃完了, 戲也看了 去哪裡好?不如逛街吧 不行, 我要回家撿屋 是啊, 我聽說你要搬 是啊, 我想住村屋 你說西貢好一點還是大埔好一點? 近市區好像好一點, 又近又方便 隨時打個電話可以逛街吃飯看戲 那住村屋才養得久 不是吧?你說的這兩隻東西? 當然不是他們 是啊, 是我家裡的Kimi Pig 你看, 上星期新買的, 好可愛嗎? Costcar, 經常聽說 村屋按揭股不足價, 為什麼? 因為村屋按揭比私人的按揭 是比較繁複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 村屋的成交量比較少 而且他們的成交價很差 可能跟一個屋苑大家隔離左右 他們的成交價有很大分別 變相很多時候, 叉燃市行或銀行 做一個股價就會有一個難度 所以因為這樣的情況 有時是村屋會出現股價不足的情況 那買村屋豈不是很危險嗎? 隨時上不到會的 未必上不到會的 但因為村屋的交頭比較疏落 而且他們的成交價比較參差 很多時候, 銀行對村屋的按揭貸款 所以大家在買村屋之前 最好做一個比較 做一個查詢便會比較多 而且買村屋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村屋很多時候 地體、業權比較清晰 以及很多時候 都會有些前見的情況出現 所以很多時候 買村屋做按揭之前 很多銀行都會親自去股價私行 實地去到現場做一個視察 才可以批出按揭 而且買村屋的 最好是買一些比較有管理 規模大小的村屋 因為很多時候 單棟式的村屋 或者一些比較偏遠的村屋 銀行做的批核 或者貸款條件 都是比較沒那麼優惠的 原來是這樣 我還是要想一想 來吧, 先放在我身上 都不是這兩隻 如果大家有甚麼財經上的問題 歡迎Sandy以下這個電郵 我們會有財經專家解答你們的問題 我們會有財經專家解答你們的問題 我們會有財經專家解答 你的開明